大家好,我是游魔人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SH Monster 2系列哥吉拉對金剛 那這部電影呢 在台灣已經上檔一段時間了 不過呢,在日本 它其實7月才要上片 而它的玩具呢 其實也推出大概差不多一個月了吧 那因為它的入手難度 其實有一點高啦 因為感覺好像到貨量很少 而且呢,其實尤其是金剛 非常受歡迎 所以呢,這兩組收起來 大概差不多4000多塊 那其中呢,這個哥吉拉 因為它是2019年版 重新再塗裝 感覺上比較沒有太多新意哦 所以呢,它大概1700、1800就有了 而這個金剛呢 因為它是這一次電影的亮點之一 同時呢,它也是全新開模 因此呢,它價格上一推出 大概就炒到2500、2600以上了 不過呢,實際對照一下 你會發現說 它們體積真的差別非常非常大 你看光這個盒裝 這體積就差多少 那實際對照一下 你也可以看到 就是金剛真的是感覺蠻小隻的 那哥吉拉跟之前就一樣哦 那所以呢,如果這兩者對照之下呢 感覺好像金剛比較有新意值得收 但事實上呢,如果你這個性價比來比的話呢 這個哥吉拉的部分呢 反而是性價比比較高哦 所以如果你之前沒有收過2019年的傳奇歌 或什麼其他的版本的話呢 這個版本我倒是覺得說可以參考一下 那至於說金剛呢 那其實就入手難度會比較高 價格也比較高 那就看個人斟酌有沒有愛哦 好,那我們就直接把它展開了吧 首先看一下尺寸 金剛的頭頂高大概15公分左右 哥吉拉稍微高一點 但是也不過就16公分 基本上這個系列的尺寸都不大啦 因為它強調的是精緻度 那右邊這是Figurized Stand的 Amplify系列的機械斜龍獸 放在這邊代替一下機械哥吉拉 那不得不說哦 其實歐美人在設計機械真的是非常的不行 那個機械哥吉拉就是超醜的哦 那所以呢年底才會出SH Monster RCA 我絕對會跳過哦 好,那這一次呢我們稍微看一下哦 那首先呢哥吉拉的部分 它的造型跟之前是完全一樣哦 所以呢就沒有什麼太值得去仔細看的地方 那它的這些細節紋理刻畫的也算是還OK啦 但是呢塗裝上還是這個基本的肌肉紋理還是依然單薄 相較之下呢我覺得內卡反而是非常的有誠意哦 它的那個刻畫跟塗裝感覺真的是非常的出色 那這一次呢它塗裝的部分 首先呢它嘴巴裡面呢它就是藍光 包含它的舌頭的部分也是有這個藍光 但是它嘴巴可以張開的角度其實也不大了 大概就這樣哦 但是呢這個滿口藍光其實也是滿有意思的 那另外背棋的部分呢 這一次也是做了這種金屬的藍光的塗裝 感覺上呢它的塗裝的精緻度 以及這個發色的效果還是不錯的哦 所以呢其實老實講我是覺得還是可以收啦哦 因為反正割其它的就是這樣子哦 多收幾個版本也是無所謂 那另外它的這個配件的部分 這一次給的非常非常少哦 除了這個開掌手之外呢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有一點點稍微握起來這樣子的手 就這兩種不同的手型各有一對而已哦 那除此之外呢就沒有其他的配件 以配件來講這一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擔保 非常非常少那難怪就是說呢 大家為什麼不青睞 不想要買這一支呢也是有原因的哦 好那再來就看到金剛的本身哦 那首先看一下它的外觀 那你可以看到它這一次外觀的刻畫 老實講真的刻畫的栩栩如生哦 包含它整個神情哦 這個不怒自威的這種王者的風範 那甚至呢就身上這些皮毛的細節 感覺也是刻畫的還不錯哦 那身上也有這個傷痕的這個刻畫也都有做出來 那老實講一開始的時候 拿到手我也覺得說它塗裝感覺也是比較單調哦 但是事實上呢 其實光一打就發現說它其實是有做出蠻多層次的哦 只是說呢它的這個色差感覺上不是那麼明顯哦 所以你會覺得說好像塗裝上是不是沒有很多下功夫 但事實上還是有哦 只是說呢這個層次上面呢 因為它沒有把它的那個色差做得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就感覺上面呢 真的是要仔細看才可以看出它的這些細節刻畫的用心 那尤其像胸口這邊它是有圖一個稍微比較深色的處理 好那這一次呢它很大的亮點就是它的可動度 那首先脖子這一段呢 它可以它其實就是一個簡單的球體關節 然後那往上往下哦 大概角度大概這樣哦 那側邊呢它基本上因為它這個頭的脖子呢 它沒有再多做可以拉伸出來的機制 所以呢左右轉的角度其實是不大的哦 大概就從這裡到這裡像這樣子哦 那但是如果你像歪一點呢 感覺又會有點怪哦 所以呢這個左右看的角度我覺得是稍微比較小一點點 好大概就這樣子哦 好那它的肩膀的部分呢 它的可動度首先呢360度的旋轉沒有問題 那它事實上也是一個所謂的蝴蝶式的關節哦 所以上下左右還是有一點點微幅的可動 那另外呢上面這一段呢 當然手腕可以平轉 不過呢因為它這個結構有一點卡到這個突出來的這個角度 所以呢感覺上在旋轉的時候呢 有些位置有些角度會稍微有一點點卡哦 或者是會有一些不自然的一些位置哦 那這個就是稍微要怎麼樣去調整哦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玩法 好那除了它的這個旋轉之外 事實上它應該是一個球體關節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上下左右 也是可以有一個調整的幅度哦 好那手肘的部分它其實是做兩段式的關節 但是呢因為它的結構還是沒有說到一個可動度很大的一個狀況 所以呢大概可動度就差不多90度而已 我覺得它主要也是為了讓它沒有什麼太大的破綻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收起來跟整個拉開 它所有的結構都是完整的哦 不會有那個很明顯的空洞 那它的拳頭部分我覺得這個部分呢 有一點點鬆哦 它就是兩段式的球體關節 不是只有一段 一段式的球體關節 所以呢可動度大概就是上下左右這樣稍微旋轉而已 好那另外呢它的這個胸部腰部的部分呢 它主要是中間有一個大型的球體關節哦 所以呢像這樣子可以去做一點的調整 那中間這一段呢主要是可以去補足它的一些空隙 但即使是有做了這個補足空隙的這樣的設計呢 但是呢在某一些角度它還是會有像這個腋下就會 你可以看到裡面的這個球體關節的部分 就會隱隱約約就看得到哦 所以呢這怎麼樣去把它擋掉 還是一個拍照上面很重要的一個表現方式哦 好那390的旋轉其實都ok的 還不錯啦 至少比起這個SH MonsterArt系列的其他的怪獸來講 這一次可動度應該已經算是到一個超可動哦 好腰部大概是這樣 那另外寬部呢往前抬 往後側向 大概到一個大劈腿 這個腿部的可動度倒是感覺相當不錯 那不過呢它中間其實有很多都是你可以看到這個旋在那邊哦 所以它這個架構是這樣子 基本的骨架 然後中間呢去填一些就是去補足這個空隙的這些結構 所以呢它的可動度基本上不會太差 你看到這個膝蓋也可以到差不多90度左右 然後往後往前 那甚至呢前面這一段 還有多了一個關節 側向的這個貼地也還ok 所以可動度比起哥吉拉來講呢 真是好太多了哦 那畢竟它是屬於算人形的一個概念 所以呢在擺出一些動作上面呢 譬如說我來個飛梯 這都是沒有問題的哦 那甚至你要來個高桂枝 也是很簡單輕易可以做得到哦 鋼鐵人的極地 像這樣子也是可以做得到 那甚至於說呢它的一般這種 就是像野獸一樣哦 就是一般這種圓猴的方式哦 就是屁股翹起來這種蹲姿呢 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哦 它其實在它的官方的照片裡面就有這個動作哦 就是這種比較圓猴概念的這種姿勢 也是都可以做到 所以可動度來講確實是 還相當不錯啦 而且呢這些動態也是還算蠻自然的哦 那難怪說呢它尺寸算小 可是感覺上還是蠻搶手 也是有它的道理在的 金剛比起哥吉拉有個很大的賣點 就是它的武器配件是相對比較完整的 所以呢在把玩上也有比較豐富的表現空間 那首先呢第一個當然就是它的頭型哦 那除了這個王者不怒自威的淡定臉之外呢 還有一個屬於獸類的這種戰鬥或者咆哮的臉哦 那它臉的換裝方式呢其實它就很簡單 它裡面就是像這樣一個雙重的球冠 只要把它給裝上去就可以了哦 那它的這個細節的刻畫呢也是非常的精緻哦 包含這個皮毛的這些紋理啊 那甚至於你可以看到這個嘴巴裡面 口腔或舌頭呢都有非常精緻的刻畫跟塗裝哦 牙齒的部分也做得還不錯 那甚至呢像這個臉哦 這個周邊這個表情感覺真的是非常有氣勢 好像隨時就準備好要大幹一場 那它的手型的部分除了這個基本的拳頭之外呢 還有像這樣子的握武器的手哦 那中間就有一個洞哦就撸管手 那以及呢這個可以在這個處在地上的哦 這個趴在地上的這個支撐的這個手 以及呢它還有一個伸手要錢的開掌手 但是呢當然這一次很大的一個賣點就是呢 它的武器的部分啊 那這個死人骨頭不知道從哪裡來 但是呢後面呢就裝上了這個屬於哥吉拉的背棋 因此呢它一開始其實被打得很慘哦 到後來有了這個武器之後呢 就勉勉強強可以跟哥吉拉一較高下哦 也算是這個劇情的高潮亮點之一 那握持的方式呢當然就是利用這個武器手哦 那武器手基本上它是有一點點的彈性啊 所以呢就把它給穿過去就好了哦 但是當然在穿過去的時候也是稍微小心一下哦 不要把它給繃斷哦 雖然說它還是有一定的彈性 就像這樣子 那就可以把它給握持在手上哦 像這樣子 就來可以做一些砍劈哦 或者是一些就是激烈的一些戰鬥的動作哦 這感覺上面呢 有了這個武器有了這張臉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氣勢就完完全全是不同了 好的那麼以上就是SH Monster 2系列 所以哥吉拉對金剛的簡單介紹 尺寸雖小精緻度和塗裝還是有一定的水準 尤其是這一次金剛的可動度和配件的完整度可以說是相當不錯 如果不要太在意它的尺寸的話 基本上已經算是完成度非常高的一個版本 至少比起之前的王者基多拉要好上一百倍 從2014年重新進軍好萊塢以來 傳奇哥吉拉的發展雖然是蠻順利的 不管是哥吉拉本人或是和其他怪獸的聯動 都不斷打造出史詩級的怪獸對戰場景 相較之下 人類的戲份真的完全是多餘的 不如全部刪掉 直接看怪獸打架還比較過癮 而地底世界的設定其實還有很多可以發揮的潛力 期待接下來金剛還有更多的表現 然後機械哥吉拉的部分 拜託請找日本設計師重新設計 美版這個造型我真的覺得不行